仙春開工 竹科大廠也要團拜 我們今天就獨家捕捉到的是 聯發科的董事長蔡明介 還有執行長蔡立行 他們今天一大早就率領了 高階主管到竹科最大的 土地宮廟去拜拜 但是談到今年的景氣 蔡明介說還是滿樂觀的 而台積電也在竹科的各廠區 擺起共桌來團拜 在各共瓶裡面 就有好多綠色的乖乖 手拿著香 虔誠的一拜再拜 金兔年開工第二天 聯發科雙菜按照網例 親自率團高階主管一行五十人 到竹科最大土地宮廟 祈求新年大吉大利 像天氣這樣 出太陽 往後看就是會慢慢回復 包括生息或者說通膨 這些都有減緩 那如果拉入開放 這個應該也都是發生 足距會比較好 不甩市場雜音 甚至大摩在法說前 用四大理由開槍 給聯發科超低目標價 六百四十九元 董事長蔡明介 對今年景氣依舊正向樂觀 甚至用實際行動來證明 聯發科過年前就發出 立行宣布 今年會首度推出員工埋股補助 員工每個月定期從薪水 會提撥一定金額埋股 公司提供補助金 雖然細節要二月底 才會訂案公開 但這不只是加碼稀財流財 更是對長期營運有信心 那一直都鼓勵主管 如果說有持股 一個不錯的人士的一個 算什麼 一個政策 那我們就開始慢慢去執行 這一直都有的 詳細就看的東西調整 三生水果零食傳厚厚 大年初時 聯電也由資深副總率團 現身在竹科土定宮廟 開宮拜拜 綠色乖乖 共桌上堆成小山 綁著紅端帶的鳳梨 蘋果 香蕉 鮮花等 清一色都是象徵 興旺吉利的貢品 台積電竹科各廠區 也都擺起六七公尺長的貢桌 拜拜祈福 就希望今年繼續紅兔大展 景氣 先蹲後跳 東森財經新聞 吳伯惟 葉子晶 新竹採訪報導